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正雄集團底下所屬的雅塑機械股肺有間公司 那也就是Asian Plastic Machinery 在印度發展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1993年開始算起 所以到現在基本上已經有幾乎要有20年的時間了 那所以這一次可以幫我們聊一下你們的展機嗎 那這次展機最主要我們有分了兩個部分 那也因應了印度市場一般客戶上的需要 有部分客戶他們可能有需要比較中高性能的機台 我們就以銷售台灣生產的機台為主 那如果客戶他所生產的產品是比較屬於low end 比較屬於低附加價值的話 他可能就會考慮要採購比較經濟型的機台 那我們在幾年前已經發展了一些比較經濟型的機台 不過一樣是有伺服系統 但是只是比較經濟型的機種 所以你在這展場上面你會發現我們有出現了兩個不一樣的型號 一個是SMV也就是我們搭配了日本大金的伺服系統 或是未來會搭配台灣台達電所生產的伺服系統 那另外一種比較經濟型的就是會採用比較低單價的伺服系統 不過在省電方面應該都會有相當不錯的效果 可以幫我們聊一下就是在印度這個整個銷售區域的市場概況跟預估 在新德里也就是在印度北區這方面一直是我們的主要戰場 那當然我們在莫買這邊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印度西區有另外一個主戰場 那再來我們就是在印度全奈所謂的南區 印度南區的部分 那南區在過去幾年一直很努力的在吸引外資進去 所以你會發現比較多的日商跟韓商甚至部分的歐洲廠商 都會進駐到印度全奈那附近了 那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還是以新德里跟西區這邊的人員是比較穩定 那我們一般做訓練都比較注重在這些區域 那因為語言上面的隔額導致在我們南區一直進展都不是那麼順利 所以在未來幾年我們希望在全奈這方面可以多加點工作 多找到一些好的客戶 尤其人員的訓練這樣更要精進一點 這樣才能創造更大的一個更好的一個營收 那所以這一次在我們有發現說在近期啊 就是印度有去抵制一些中國的進口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那因為大陸生產的駐索機 一直在印度有偏向於低價傾銷的一個問題產生 印度的Commerce Ministry就發布了這個反傾銷稅 那那時候的確造成很大的一個震撼啊 尤其是對大陸駐索機的生產廠家來講 不過我們回頭來看的是 對部分的台灣廠商來講它是一個力度 所以在過去的五到六年裡面有相當多的台灣廠商 已經陸陸續續又返回了印度 在未來的四年裡面 大陸駐索機的業者仍然必須要面對這個反傾銷稅的一個影響 鄭雄在印度的發展將會越來越蓬勃 我想了解有沒有什麼樣您未來想要走的一個方向 當然因為這個是必須要 產業的成長也必須要跟著客戶的腳步 我們要提供其實的服務 我們才能抓住這個客戶 也就是我們會增加我們的區點 服務的區點 不只銷售 我們要服務也要更多的區點 因為這樣才能更接近客戶 我們的整個發展才會比較穩固一點 那事實上我們也會發現整個印度社會都在成長 所以他們GDP也在成長 每個廠家生產的產品也都跟在提升 所以相對我們在機台上的品質也會跟著提升 在目前我們會比較積極進入搶進的行業 除了在汽車零件業以外 像我們也提到一些 MEDICAL POWER PACKAGING 需要快速機台的 這種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我們都會繼續搶進 目前是我們的一個規劃 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謝謝 謝謝